库尔德人的来历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土耳其、叙利亚、伊拉克、伊朗等国 相传是古代谜底人的后代 他们2000多年来一直都在库尔德斯坦的山区生活 过去他们都过着游牧式生活 阿拉伯帝国后期 库尔德人曾建立了几个封建王朝 库尔德人聚居地被称为库尔德斯坦 其后突厥人、蒙古人几次侵入库尔德斯坦 12世纪时 塞尔驻苏丹桑加尔首建库尔德斯坦省 直至19世纪 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仍保持半自治状态 成为土耳其和伊朗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此后由于奥斯曼帝国崩溃 库尔德人分属于数国